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三叶草 也叫醋江草 这个花非常多人的喜欢 因为它不仅叶子非常的漂亮 开的花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颜色实在是太丰富了 就拿我的这一盆来说 大家看现在就能看到好几个颜色 而且它还能随着这个光照的变化 会变颜色 是不是很神奇 而且这个花的话它非常的非常好养 耐热又耐寒 耐晒又耐阴 可以说在任何角落它都能长得很好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种绿叶的品种 我的很多花盆里面都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除都除不进 你说它多好养 而且它的生长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就拿我的这一盆来说 这里的话前几天被这个老鼠给啃了 过了一两天 它就马上就冒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耐修剪的 如果你觉得它土长了 咔嚓全部剪掉 很快它就能长爆 现在我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三叶草对花盆材质是没什么要求的 你觉得什么样的花盆好看 就用什么样的盆来种 就是不要选择太高的盆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大小的话看你是想要把它养成多大 如果是空间给它足够的话 它就能长得很快 我是想让它稍微再大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口径二十多厘米的盆来种 别看它现在这么一点点 很快它就能长爆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三叶草非常的好养 所以对土卵的要求也不高 但是盆栽的话 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青葱用土来种 先在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花盆放进来 四周加土 四周摁一下 把花盆拿出来 倒出来 这个蒸非常非常的拔大 稍微拔松一点就可以 再加点土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现在是阴天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缓苗 缓一天左右就可以